老黄 你是 你不认识我呀 你赶紧端下端下我 用不着端下 站住 站好了 姿势摆正 摆正 不许动 你要动我就报警 什么意思你这是 那个 谁呀 黄大妹的 你不认识她 不认识啊 那你跟我说一下 你今天除了正常上班 还有别的其他的安排吗 那我还有什么安排呀 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 剃头挑的一头热 是不是 来 这不关于你 赶紧走 上来 你啥服务态度 你咋缅顾客呢 我呀 按说是个服务员 你是老板 我不应该说你 但就今天这事 我得批评你 咱们开饭店 那得热情待客 礼貌待人 你这就啥事啊 对呀 你看人家的觉悟 你不是 他不是来吃饭的 他是来找啥的 那啥 我就是来吃饭的 大哥 我知道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本店呢 有家常嘎的汤 三鲜嘎的汤 养生嘎的汤 野菜嘎的汤 你喜欢喝什么嘎的汤 你定 哈哈哈哈哈哈哈 瞧你那德行 还你定 你那个臭不要 你什么样子 你我只看 那啥 大哥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推荐 是吧 本店的特色 就是野菜嘎的汤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就这个 好嘞 你等着 我给你坐去啊 等着 你不是说你来相亲的吗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请问你这个亲咋相 我就喜欢单方面相亲 咋的 我告诉你 你肯定没戏 有戏没戏 我自己努力 不是我跟你吹 就我的身子牌 从上到下 都是男人的魅力 我不要乱嘎嘴汤吗 他一会儿就得给我端上来 就这一碗嘎嘴汤的功夫 我就让他留下深刻的记忆 你太嘎嘴汤好了 来了来了来了 那什么 你今天啊 你就在厨房后边待的 你别出来 前面归我 那你好好的啊 别出差 放心吧 你菜干了汤来了 赶紧趁热喝吧 喝完之后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你咋给我端上来了 服务员呢 我就是服务员 我要女服务员 老虹 老虹 来了来了 来了 什么情况 别理了 他是来找茬的 不是 老前大哥 人家来找茬呢 说明我们服务有瑕疵 咱得改正 这位大哥 我们服务不周到 有瑕疵 您多提宝贵意见 最大的瑕疵 就是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到底哪 这家三十几了 什么三十几了 这可闹的 我都笨六了 不能吧 你长得也太年轻了 别在那巴虾行不行 你眼睛确实长浮了 抽空去医院看看 赶紧喝汤吧 一会汤凉了 汤凉了喝了擦筋了 一擦筋容易了 嘴就更歪了 我也没说不喝 大妹子 这汤是你做的吗 当然是我亲手做的了 您快尝一尝 我跟你说 我这个汤啊 你趁热喝 别有一番滋味 快来 尝尝 味道怎么样 味道太好喝了 嘿嘿嘿 看着 闻都没闻 喝都没喝 就说味道太好喝了 你说他干啥的 不是来找茶的干嘛 哎呀 人家上你这来 就是喝汤的 不喝汤上这来干啥呀 他不是来喝汤的 他跟我说 是跟你来相亲的 哎呀妈呀 别瞎说